2023年由金泰西林志炎连妹主演的最新惊悚悬疑剧《震撼》来袭 咱们废话不多说 影片有院子的家直接开始 在一栋破烂不堪的公寓里 楼下的邻居们经常会听到楼上传来的阵阵响动 他们也仿佛习惯了一般 只有苦逼的公寓管理街道投诉后 会马不停蹄地跑上来查看 其实她的心里也清楚发生了什么 只是想确认一下那个可怜的女人有没有出事 随着管理大爷急促地敲门声 一个名叫尚恩的女人终于打开了门 尚恩赶紧报警否则自己就替她去联系警方 可尚恩不仅拒绝了她的好意 还拜托她不要报警 看到女人如此的不争气 无奈的大爷只能对着里面大喊 希望对方不要再打尚恩了 害怕再次激怒自己的丈夫 尚恩只能赶紧关上了门 随着管理大爷的离去 女人缓解了好久才拾其勇气走进了屋里 原来此时的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可看着家里的一片狼藉 显然在家抱男老公的眼里 并不会因为肚子里的孩子而放过她 最后还得由尚恩去打扫那些被打杂的东西 而就在这时 电视里的一档节目突然引起男人的注意 一个名叫朴仔浩的儿童医院院长正在讲解着什么 看家抱男猥琐的表情就知道他绝对没别什么好批 果不其然 他直接将电话打给了这个叫仔浩的男人 而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后显然也有些不太自然 通过两人的对话得知 家抱男似乎掌握了朴仔浩的一些重要信息 并隐晦地表达出可以用金钱来解决此事 随后两人约定了一个经常钓鱼的地方 尚恩虽然也听到了一些对话 但他不清楚老公具体要干嘛 而且也不敢去询问 只是默默地出门买点东西 或许只有购物的这段时间才能体会到些许的安宁 购完物后尚恩在外面坐了很久 直到最后落寞地朝着家里走去 没想到迎接他的又是一顿莫名的毒打 凄惨的叫声贯穿了整栋楼房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遭受了毒打的尚恩独自坐在大厅里 他曾无数次地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然而却始终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随着画面一转 一个名叫朱兰的女人总是在家里闻到一些奇怪的味道 似乎是从院子里的方向传来 他好奇地来到院子里准备找出味道的来源 没想到就在这时丈夫喊住了他 而男人正是朴仔号 朱兰询问老公有没有闻到什么特殊的味道 仔号走过去闻了闻 随后表示根本没有味道 于是朱兰又问了下子有没有闻到 男孩稍显沉默了下 然后木讷地表示自己也没有闻到 在吃饭时 仔号突然说到前几天他们买了一些肥料 有没有可能是肥料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 听到这里的朱兰说了句或许吧 可能是自己多想了 随着一家人吃完饭 突然新搬来的邻居暗响了门铃 对方表示今天刚搬过来所以前来拜访一下 可仔号因为时间太晚拒绝了女人 而就在女人准备离开时 他突然闻到了一股怪味 第二天一早朱兰主动拜访了新来的女邻居 两人先是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番 随后女邻居说起了昨天闻到的怪味 朱兰解释那是肥料的味道 然而女邻居却表示不对 她感觉应该是有什么东西腐烂而散发出来的臭味 听到这里的朱兰愣了下 回想起这段时间老公和儿子的不正常态度 她决定弄明白院子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 于是回到家里拿起铲子就开始挖掘 另一边 已经几天没有见到家暴男丈夫的尚恩回到了母亲这里 本想在这里得到一些宽慰 没想到母亲见到尚恩后 直接大骂让她赶紧回她自己家 看到亲妈也这样对待自己 尚恩彻底的失望了 而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这时她才得知丈夫已经死了 此时的朱兰也将院里刨了一个大坑 没想到里面出现的东西却吓了她狠狠一跳 女人总是在家里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 循着这股味道 她在自家的院里挖出了一个大坑 没想到里面却露出了两根手指 看情况似乎下面埋着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 就在女人被惊吓得不知所措 时门铃声突然响起 反应过来后的朱兰赶紧用陶罐将手指招住 随后查看监控发现是家暴男金允范 男人拜托朱兰打开门放她进去 而尚恩就坐在不远处的车里 她并不知道丈夫要干什么 只知道不久前家暴男曾无意中透露 他们即将要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此时朱兰将金允范到访的事情告知了丈夫 在经过丈夫的同意后她打开了大门 正准备说服对方改天再来 没想到家暴男直接拿着一个钓具包走了进去 她此行的目的明面上是送钓鱼用的钓具 其实私下是想要威胁朱兰的老公 朴宰号给她一笔封口费 不过在说话时她突然闻到了一阵恶臭 便询问这是什么味道 朱兰害怕挖出来的尸体被眼前的男人发现 于是急切地想要打发她离开 而外面的尚恩因为等待无聊 便随意打开了面前的储物箱 不曾想却在里面发现了一部女士手机 此时家暴男对着朱兰的房子拍了几张照片 并让朱兰转报朴宰号院长 千万不要忘了他们之间的约定 随后在朱兰一样的表情中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回到车子上男人便兴奋地告诉尚恩 不久后他们也可以住上这种豪华的大别墅了 显然他非常笃定朴宰号一定会给他钱 因为约定了晚上11点在水库交易 所以家暴男准备把尚恩送回他的娘家住一晚 行至一个服务区 尚恩采购了一些东西准备带给母亲 随后还买了一瓶饮料给家暴男提审 只不过看着手中的饮料尚恩的表情有些奇怪 另一边 他一开了压在上面的桃冠 朱兰已经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 只不过因为害怕女人不敢再上前 看着裸露在外的两个手指 男人只犹豫了片刻便重新把他埋了起来 等搞定完以后朴宰号慢慢地来到了妻子面前 因为朱兰需要他给自己一个解释 男人一脸阴郁气氛逐渐凝重想要说些什么 突然就往桌子上扔了一个橡皮手套 朱兰显然吓了一跳 朴宰号却一脸幸灾乐祸地跑过去安慰朱兰 连连道歉说是在开玩笑 朴宰号表示之前工人施工时 不小心将眼前的东西落在了这里 而朱兰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人手 只是眼前的手套而已 看着丈夫说得如此煞有其事 朱兰瞬间迷惑了 他表示自己看得很清楚 那绝对是真的手指 说着就要重新把他挖出来 可宰号却突然一把抱住了他 并极力地让他冷静下来 甚至表示他该吃药了 此时才知道朱兰竟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原来当初朱兰曾亲眼看见姐姐死在了卧室里 从此以后便因无法接受而得了心病 每天都需要药物的抑制 此刻宰号将朱兰所看的一切都说成幻觉 希望他能冷静下来 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这天晚上他们的儿子 偷偷地在网上搜索如何租赁公寓 显然男孩知道些什么 并想要逃离这座大别墅 而另一边宰号也亲切地为朱兰准备了一杯药 似乎就是用来抑制妻子的抑郁症 宰号还表示本来和金允范约定在水库见面 现在因为朱兰的精神不太稳定 她准备改天再和对方见面 听完此话的朱兰喝完药后便回床休息去了 然而这天晚上伴随着电闪雷鸣 女人突然感觉到了旁边缘的异样 原来只是一场噩梦 可她发现丈夫不知去了哪里 难道又去赴约了不成 不管如何朱兰还是给丈夫发去了一个信息 让她在雨天小心开车 女人不知道的事就在外面的院子里 大雨正冲刷着带有泥土的铁锹 时间来到几天后 尚恩收到了丈夫死亡的消息后 便和嫂子一起赶到了停尸房 根据警方的描述 他们是在水库旁发现的尸体 随后在对尚恩进行询问时 女人表示老公似乎和一个叫 朴仔号的儿鱼院长约定了什么 负责人老崔崔急在网上查到了她 家暴男的死让尚恩并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悲伤 离开警局后 她便找了个餐馆疯狂的大吃起来 或许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吃法 尚恩狼吞虎咽的大块赌鱼 也从这一刻开始她终于自由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 尚恩刚回到租住的公寓 房东就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那就是家暴男把一年一付的租金 赶成了一月一付 现在他不在了 需要尚恩每个月来支付这笔租金 可尚恩哪有钱 此时警察老崔带着手下找到了朴仔号 希望他能配合警方去警局录个口部 得知了金允犯的死亡正式下雨的那天晚上 朱兰突然回想起丈夫似乎出去和对方见面了 难不成真的是丈夫杀了对方吗 另一边准备为丈夫守灵的尚恩 再次拿出了内部女士手机 结果打开相册后 却发现了一张朴仔号和陌生女孩一起的照片 回想起家暴男丈夫近日以来的种种行为 尚恩瞬间意识到 这可能就是丈夫口中发财的秘密吧 他赶紧用自己的手机搜到了朴仔号的照片 经过仔细的比对后 尚恩的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只见他选择了女孩的一张照片 然后找到了朴仔号的备注电话 随后编辑了一条短信发给了对方 令人没想到的是在男人洗澡的间隙 朴仔好奇地拿起手机打开了信息